那麼參加我五年 看看賽事,這個球是泰嬌,謝利這個球給得漂亮 仙奴壓進去,看來左腳弄得到,沒錯 仙奴入球,這個球是謝利給得漂亮 仙奴控制再抗牌也漂亮 在35分鐘的時候,南華先開紀錄 想不到,其實這個天津開球的時候表現是不錯的 而仙奴的衣服上,仙奴的衣服上也有些字寫 8分的主耶穌,不知為何,多謝主 很多巴西拳都有一些宗教背景 這個球再看慢鏡,比進來,一控制定 再把鋪在角位,就很漂亮,這個球入得很乖巧 謝利給直線球的時候,兩個天津球員以為如位 最明顯是4號的高飛,收部不去追 所以長居直合的仙奴也可以順利建功南華領先1比0 謝利這個球也給得很漂亮,大家配合都很好 無可否認,這樣就是了 看看天津球員如何反撥,他們很多的後備球員 今場球是上陣的,因為正選球員 24小時前前,剛打過一場比賽,有些疲態 按居頂 終於起到了,這個24號的盧燕 被龍門救出來,然後再由曹陽是建功的 他們失球之後,很快就立即收復這個失地 其實鍾浩然也盡所能,將對方第一次的射門擋出來 可惜逃不過曹陽最後加多一腳 好,先由這個盧燕擾到右手邊 始終解圍拖來大水,起到腳,射得很厲害之下 擋了出來,想著可以逃過彈 誰知道走漏了,沒有人看管這個曹陽 是被對方追成1比1平手的 到了下半場,鮮浩又在左邊推著那個球 迫著對方出腳 一出腳就是橫傳中間交過右手邊 被歐倫射入,但很明顯歐倫這個球 是處於位,所以被判詐糊的 球證旁證的旗號,比賽也非常肯定 很堅決,而且這個球真是以為 謝利開出的佛教 頭腿解圍頂出來 本文迪再射回去 劉雲飛呢,這個球沒飛到 只不過,順個勢拿下地 再在龍門後面看一次 射球就是本文迪 14號的球員,本文迪 這場比賽大家打來就是細君力敵 現在還是1比1,雙方打成平手 這是下半場的比賽 好,扭到這個球 有些衝突 還可以打得這麼粗 其實這些是友誼賽 這場是友誼表演賽 為何打得這麼粗的鏡頭出現 這場是黑軍的教練 內耳松也沒問題 看球證如何吹罰 趕健出場 趕了南華的楊正光出場 同樣高飛也要出場 當時的情況很混亂 一堆兩堆的球員 連一堆都不知道誰動手 雙方十人應戰 紀錄是1比1 謝利拿到球 又被人拉一腳 謝利轉身踢球時 又被對方拉一腳 火氣味仍然有 對方拉一腳 看球證又做多一件 十個賠又要出場 跟著高峰也要出場 先後沒有地球 趕了兩件出場 對呀,踩腳 沒錯,踩下去 直接踩下去是借你的腳 結果在法定時間 雙方是1比1打成平手 按賽例 決定獎盃 落在哪一隊 都要用十月馬來決定 所以就要射十月馬 十月馬 天津先射 已經射到第四輪 頭四個天津都入了 看看南華第四個高尼路如何 十月馬一向都不錯 但這次就讚壞了 射得軟弱無力 被守門員 是來人非救到 換句話,第五輪 天津射入的話 賽事即告結束 第五輪由索殺去主射 完成了 搞定了 這球射地球 沒辦法 結果 天津太太憑射十月馬 5比3 擊敗了南華 獲得今次獎盃 其實雙方的實力 看來表演出都很接近 最終憑十月馬 分出勝負而已 梁守智對這場賽事 雙方演出得很滿意 其實我想是球員的戰意 因為看到這場球其實是很快的 其實比紅牌也 表示王志陣不單止是代表他自己加盟NBA 其實還在代表他的國家 其實王志陣是99年2 新秀輪選中第二輪給牛仔隊 第三十六位選中 另外一宗消息 曾經六次被選入明星賽的退休球員 以往的主要得分手 我們連賽給大家看 這場是東聯合隊的結智比賽 上半場零比零下半場是東聯合在禁區頂 對開十幾馬 有一個伏球留意 樂迪和屈診大家的默契 樂迪一擺開 屈診即殺入中間 真是開到給他 結智方面 被對方殺的措手不及 亦都在輸0比1 好了 這是李鶴然被對方搶掉 在下坡阿拉乎索被屈診 接下來的狀場進去 又在那個位置 很不幸 是這個文比特出了時間 將阿拉乎索勾碟 求證吹罰十二馬 這個十二馬 由潘文進自己是 儲得射成2比0 東聯合極有機會打開 胡級組聯賽第二階段的第一場勝仗 但結智亦都還以顏色 周蜜和這個西加坡 令到對方的龍門 陳德騎是失手的 那個球射得真是漂亮 卓卓這個頭鎚沒有吹罰 朱兆基跟著一彈彈給右路 潘文進隊似乎有些越位 部分結智的球員 就是站著不動 但是陳龍門 沒有理會 直接競射射成3比1入網 朱兆基和對方 在19個球員後卿 大家互有動作 那麼球證剛巧也在旁邊 看到整個事件的經過 所以作出兩個處理的方式 給了黃牌後卿瑜 然後給第二面的黃牌朱兆基 朱兆基亦都被趕出場 這場球當聯合贏3比1 後面有這件黃 出出來中間 這個球是翟兆 跳起來頂得好 在龍門口17分鐘 翟兆先開記錄 翟兆在亞洲主要盃的第一個入球 鵝仔始終在香水層來說 他有一個重要性在 就是出這些球 當時在左邊把球刮起來的時候 力高逼過來 跟對方碰碰 拿不到那個球 和仔一推下去 這一下出得夠功夫 那球很夠力 很平飛出來 雖然是翟兆升起 頂波動作不太好 但依然被他撞入那個球 這個球和仔的功勞 真的相當大 踢落後 翟兆晨熙似乎控制了比賽 就是這樣 鍾建希 羅哲坤走進去 鍾建希 就來一個冷戰 暗軟是BAN 其實他還可以有個選擇 當時給羅哲坤 羅哲坤是走進去的 過往呢 香水神喜 亞洲主要盃 對著馬爾代夫的球隊 都是取勝機會很高 好 看看這球 艾斯克 算是比較有威脅的射門 但是都是在柱邊 上半場是1比0 向著神喜 暫時領先 進入下半場 一比下來 看看這球的璃圖 一彈 史黎夫 轉身 乖乖乖 對方的守門員 艾欣是擒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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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史黎夫人堆當中突然起腳 不容易捉到腳影 看看這球的慢鏡 是否可以 彌陀給下來 力哥猜起球 兩個球員迫過來 而史黎夫一轉身 立即起腳 守門員是擒得快 這個角球 就是被史黎夫頂入了 下半場開球後4分鐘 史黎夫這球 在人堆當中 走出來 撞球 這個球很幸 艾欣很無奈 第二次在網上 撿球出來 比賽當晚是有雨 天氣很冷 但仍然有超過300名球迷入座 這個球是剛剛在龍門的手頂過的 兩個球行 無論如何都擋不住 拿著兩球 再守個香雪神器 看起來都可以在 今屆第一場 主要杯的分操賽 是奇開得勝 因為接下來 都是他們的攻勢 相反 這支 勝利競技 的攻力 真的相當皮 好了 和仔又出了一個漂亮球 哎呀 這次可惜過了龍 這個球 守門員 啪啪 仰仰影響了力高 如果這個守門員 不是仰仰的力高 是照他平常的表現衝過來 這些球有機會是頂到的 看到勝利競技的領隊都很緊張 但是緊張也沒用 因為輸了兩球 兼且大部分攻勢都是香雪神的攻勢 有一次力高的倒掛 這次就有點不幸 這個球如果是掛正的龍門 應該入的機會很大 可惜是掛不正 高尼魯作為隊長 這個球是一扯一扯出來 高尼魯就是跳頂的 當李健和退下火線 高尼魯帶了隊長避張 這個球只差一點 如果在龍門位置應該可以 但不要緊 最終香雪神希2比0 擊敗勝利競技 勝過後 香雪神希是三分牌榜首 同組何不何內 和森美娜打和 結果他們大家得一分 勝利競技暫時沒有分數 至於魚丸 在阿拉迪恩贏2比0 同組的馬欣德拉聯 也贏武裝部隊2比0 這兩支球隊暫時三分定滅榜 賽事方面 今天下午有聯賽杯準決賽 香雪神希對魚丸結智對南華 星期三有香港對最尼亞奧運外圍賽 全都在大球場上演 南華人城將喝請 南華人公路 參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屏幕上打的是双方的出场名单 我们看到大林士德队的名单呢 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很多个主要的人员都没有上场 上场的有好几个都是年轻的国庆队的小将 那么这场比赛看起来深圳科建队还是有机会的 对方的两个主力前锋好海东是因为手臂骨折 奥兰多也是因为受伤本场比赛都没有出场 这个是大林士德队 七年职业联赛五度联赛冠军 确实是一只老牌的强队 深圳科建队的九号礼仪 今天的主裁判是龚建平 两个助理裁判员是朱宏庆和陈宝文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随着主裁判龚建平的一声哨响上半时的比赛开始 身穿绿色运动服的是主队深圳科建队 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客队大连士德队 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把双方的出场阵容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深圳科建队排的还是352的阵型 守门员还是这几场比赛表现相对来讲比较出色的年轻的守门员 26号肖建家 拖后的是5号哈吉 两个盯人的是厂商队长25号李伟峰 这是左中卫 右中卫是21号刘建 这是上一场对山东鲁能队的后卫线的阵容 两个后腰是8号范玉红和23号王洪伟 右前卫是30号陈永强 左前卫是22号袁林 前卫是11号埃里 今天可能也是打343 因为埃里呢 他是这个活动范围比较大 经常也是注重到很前 两个突前一点的是9号李毅和33号吉亚哥 大连十德队的出场名单呢 有守门员是22号陈东 两个中卫是2号张恩华 这也是他从英甲回来以后的首场比赛 和他搭档的是16号季明毅 还有就是3号阿蒂尔森 27号孙继海 四个中场是24号张亚林 7号张耀昆 14号胡赵军 这都是国庆队的小将 再有一个就是6号李明 一老代三心 8号王鹏和11号严松呢 大概是要稍稍突然一些 今天大连十德队出场的名单里面 国庆队的小将有 4名 国庆队的小将达到4名之多 这球是因为是约位在先 所以是这个球判罚无效 9号李明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尽管是约位 但是这次的反击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如果说是这个球不约位的话就 就单刀突破 这平安很明确 一开场就是一个场团 也因为 所以这时候呢 第一的跑动呢 要注意点 因为他现在大连啊 他的实力强啊 他压很出 只要你抓住一个机会 不要急 不要过道跑 14号胡赵军 这今天是踢右前卫 那么在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们注意看啊 在凡是深圳队的主场 深圳科建队一般来讲 都是挑选的 都是由画面的 从电视机里面看到的画面的右攻左 而且据很多人说 深圳队凡是右攻左呀 这个胜算就很大 而挑过来 左攻右呢 一般来讲就不太吉利 说是其中有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年和这个天津泰达队比赛 已经是选择好了是右攻左 但是后来又被对方这个利用这个率先挑边的拳链 又给换过去了 结果那场比赛就被于根尾引了个帽子戏发 最终大败 尽管这个花絮不知道是否有效 但是至少对于队员的心理 有的时候比赛之前会有一种心理暗示 他觉得往这边攻势 对自己有利 心理状态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今天看 圣经科舰队呢 还是依然由画面的右攻左 天时地利人和 包括心理状态都应该非常好 那么这场比赛也利用大连十德队 人员不整的情况下 最近的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呢 看能不能有好的表现 比赛刚刚开始四分钟 厂商的比分还是0比0 大连换了几个年轻的 中场没有配合 拿球就往前传 这样的失误比较多 对平安科技很有利 应该说这也是 到目前为止 联赛进行前五轮呢 大连十德队是以13分 排在第一位 那么 圣经科舰队呢 是 G8分排在第四位 应该说是两支 相对来讲状态很好的 两支强队的控撞 看看埃里这个球 热位 大连十德队的前五轮的战绩 是四胜一平啊 应该说运气不错 尤其是上一场 上个礼拜天 大连十德队主场迎战 辽宁釜舜队的那场比赛 绝对是大连十德的运气 特别好 否则的话 辽宁釜舜绝对应该取上的一场球 过去呢 辽宁到大连比赛 很经常赢 辽宁经常赢大连 说是辽宁队就是大连队的克星 那么在赛后呢 比较了解 赛后这个队长李明啊 包括王鹏啊 都承认啊 说辽宁队 说他们是克星啊 倒不是说是一种纯运气说 而确实是辽宁队的 这帮小伙子的基本技术啊 速度啊 对抗啊 都一点不比大连队的逊色 甚至还稍稍的 队员年轻之后体能还更好 所以打起来总是别扭 那么都是辽宁省的 对 这个辽宁队一碰到大连 特别来劲 大家还会卖命 所以这样大连师队呢 感到很难打 与此同时进行的几场比赛呢 我们给大家通报一下 有些比赛已经有了比分 青岛海牛队 对这个天津泰达队的比赛呢 驱坡在16分钟的时候呢 进了一个球 现在半场结束 青岛啤酒队是1比0 暂时领先天津泰达 辽宁府顺队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 依靠这个吕刚啊 23分钟的一个入球是1比0领先 沈阳海诗 这也是两个兄弟球队之间的较量 原定传中 好球 投球空门 球进了 看看还是判发越位 这已经是两个球被判发越位吹掉了 这个球传球的一下那 李毅的跑位 越位与否是在毫厘之间很难判断 因为七位这个电视镜头给的关系 角度不一样 很难判断出来 李毅也要注意一下 现在有三次越位了 立功心切 立功心切 还要注意对方的后卫的站位情况 但是通过这两个尽管是被吹掉的越位球来看呢 深圳科建队完全有机会利用李毅的速度来反越位 因为像张安华呀 季明毅呀 这都是属于这个转身相对来讲慢一些的队员 因为他们后卫防线 整个防线都是平的 孙继海 孙继海个人能力很强 助攻是他的一大强项 包括范玉宏 因为防守孙继海犯规 迟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动作过大了 范玉宏 在最近这一两年呢 随着年轻队员的涌现呢 老将范玉宏默默无闻的做了多年工作之后 现在逐渐的是退 这个相对来讲是退到幕后更多一些 那么现在最近的三场比赛呢 由于伤病比较多 他重新打上了主力 尤其是在上场队山东主能泰山队的时候 开场仅一分多钟就是由他奠定了胜局 这也是范玉宏近三年来的贾A的第一个入球 今天的主裁判是龚建平 哈吉快速地把球划到前场 8号王鹏今天打前锋 拿人犯规 王鹏以前在国奥队就是打前锋的 那么由于大连队封信实力实在是太强 像以前有郝海东啊 奥兰多 去年是还有潘塔 所以他改打这个前腰 但是王鹏实际上是一个杀伤力很大的一名 影子前锋 尤其是在超霸杯的比赛当中 他也是攻击了三个球 他从后查上去威胁比较大 他绝对不快 他找点意思判断 找的球落点比较好 他能够进场进球 对 掌握机续也比较好 现在今天把他推到前面啊 因为他没有速度 因为对方盯得很紧 对 所以我看他很难发挥 原来霍顿选择王鹏 刚开始的是选择王鹏打主力前锋的时候 就是看中了王鹏 比较勤奋 而且呢 可以和队 他会拿球 可以和队友做球 他有这一下 有在前场可以组织这么一下 但是他的绝对速度慢 他优点就是刚才 你老爷子也介绍了 他强点比较好 对于这个球路的判断呢 选择 尤其门前面一下 还是比较冷静的 艾里拿球 三号艾里尔孙 把这个球铲出了边线 艾里也是98年的大连队的气将 当时 徐根宝把艾里选去以后啊 对于这个艾里是极为看重的 但是一直表现不好 最终是被抛弃 而当时的车范根呢 对艾里还是比较欣赏 引进艾里到深圳队之后是 上来就表现非常好 但是一度又陷入平庸 上个赛季是彻底是马放南山回了纳米比亚 现在这个赛季又重新利用第四外援的这个 这个机会又回到了深圳队 就是8号王鹏一个人在前面 那么两个中场就是那个2号张恩华和16号七明毅 右前右后卫是27号孙继海 左后卫3号巴西外援阿蒂尔森 那么右前卫就是这个14号胡兆军也是国庆队的队长 8号王鹏一个人出在前面 严松他打也是要回到中场 对他也要回到中场 实际上这个五个中场 就得五个中场 相当于五个中场 五个中场就是6号李明带这个 三个年轻的 卫一红没有到位 转移 大连因为配合不输 换了比较人了 换了好几个 进攻了十一个十五多 也推进比较慢 卫一红这个球给过来 好的 佳哥这个转身护球啊 滑了一下 腿滑了一下 这些转身护球都很好 这些天呢 深圳也是这个雨 这个雨比较多 所以场地可能偏滑 胡兆军 好的 现在很难跑了 现在很难攻 你看 我们都回来了 平安科建队呢 基本上都回到了 密集 深圳队和大连队 确实是很有缘分 孙继海呢 从鹰甲水晶宫队 回来的第一场比赛 就碰到的就是深圳队 那么今天张安华 从鹰甲回来 又碰到第一场比赛 又碰到的是深圳队 海里 尽管是自己的主场作战 但是面对联赛排名第一的 大连士德队 深圳队打的依然是 非常的谨慎 和这个心态非常的稳定 并没有急于想利用主场之力呢 想这个压着大连队来打来 证明自己 而是非常稳健的 坚持自己的防守 反击的打法 先防守好 那么有机会利用这个 9号里的冲击力和速度 利用33号吉亚哥在门前冷静的一击 包括埃里的勤奋的这个奔跑和助攻啊 看看他们三个能不能找到机会 但是大部分队员相对来讲 还是守在自己的后方 比较稳定的心态 并不是急于求成的 想拿下这场比赛 这样的话 可能是对路的 而且坚持这种的打法 没准还真是有意外之心 对 他呢 通过前几轮比赛啊 平安科建队呢 有震反 震反两个经验 第一场对上好 对上好 后来 对四川啊 对山东啊 他都打法都比较正常了 对 慢慢通过总结 知道现在是这么打 不能急 不能急 慢慢打 而且就算是打平 我们主场打平 从来没有胜过的 联赛领头羊 也并不丢人 也并不丢人 赢了就更好 赢了更好 平了也行 输了 那我们也认为是正常 这种反而放下包袱啊 放下包袱 对方倒可能 对方要紧 包袱比我们大 对 因为他说老大 老大 他要拿分 特别是平安那个 不是很不像生花 那个强队 这种活动 那边 给赢了